大家好,我们来看这样的一期 说3x4等于5x4等于a 这些x4等于1加1分之1等于2 让我们求一点a的值是多少 那我们看到啊 它给的这个条件就是x4加1分之1等于2 那我们想知道这些上边可以想x4有多少外是多少 我们如果能把x4算出来的话 那么这个x4和在里面都带有a 我们在这个等式里边就应该可以解除a的值 那我们来看一下x4的多少外的多少呢 这个它是比的一个指数的形式 3x4分之1 那么指数的运算我们把它倒过来 就是一个对数的运算 那x4所以呢 x4它应该是以3为a的对数 同样的道理啊 你当5的外数方向于a 所以呢 你的外也应该是要 你5为你a的对数 那我们这里要的是x4分之1和y4分之1 x4分之1和y4分之1等于多少呢 所以呢 我们需要介绍一个故事 就是在对数 就是在对数里边 如果我是以a为比 求b的对数 和以b为比 我a的对数 它们两个正好是互为倒数的 也就是说它呢 等于这些分之1 那这个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 从换比公式这里来证一下就可以了 你的log以a为比b的对数 我可以换比什么 logb除以loga 那么 log以b为比a的对数呢 你换比之后呢 loga除以logb 很明显它们两个是 波列倒数的 那么既然有这个公式 我们就可以知道啊 x4等于这个式子 那么x4分之1 就是它的道数 它的道数实际上 就是我们把比数和帧数 换一个位置就行了 那么它应该是 以a为比3的对数 那外分之1呢 就是啊 以a为比5的对数 那么 好 现在我的x4分之1和外分之1都有了 它告诉我们 x4分之1加上外分之1是等于2吧 所以就是 它们两个相加等于2 是以a为比3的对数 加上以a为比5的对数 是等于2的 那它们两个相加 我们对数里边的一个预算公式啊 以a为比的m的对数 加上以a为比n的对数 它应该等于 以a为比的m乘n的对数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真数 乘起来就可以了 它是以a为比3乘5是15 也就是说 这个十字 它是等于2的 那以a为比15的对数 等于2 也就是说 我们从这里可以得到 a方是等于15的 那么a呢 如果按照这方 它应该等于正处 等于15 那我们看看啊 这个a它是一个指数的m的形式 所以它肯定是大于0的 那我们在这里只能取下的正题 就是啊 根号15 最终求得这个a参加结果呢 就是根号15